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城市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 开展项目建设提升年活动 推动全市项目建设驶入快车道 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特色产业小镇巡礼专栏 首期节目来关注敦化及港澳中医药健康小镇 长春农博会首届农民网络达人直播带货大赛举行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视察时强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我省各地社区工作者积极创新基层党建服务模式 不断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 增强社区公共服务能力 将社区打造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今年3月起 长春市按照400至700户标准 将全市划分出4389个网格 构建起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网格 楼栋 单元三级组织架构 从有热情 有意愿 有能力的老党员 和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党员中 林选出3.5万名楼栋长和12.46万名单元长 提升社区联动效能 比如说像我们的第六网格 这一名网格长 它原来所管的是13栋居民楼 但是我们三长联动机制建立以后 它有13个楼栋长 还有43个单元长 帮助它做一些工作 我们的工作开展得更快捷 更便利了 三长制开展5个月来 长春市朝阳区重庆街道新华社区 帮助群众解决困难182件 受益居民超过1000人次 初步达到小事不出楼栋单元 大事不出网格社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社区治理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 我认为总书记所指的加强 就是指加强服务 一直以来服务居民是社区的 工作的突发点和落脚点 下一步 我们将以党建引领 服务凝聚为核心 不断地推进深化三长联动机制 拓展社区的治理和服务能力 努力构建和谐社区 体制机制的创新 最终目标是服务群众 长城市南关区 民康街道九圣祠社区 地处老城区 老龄化人口 占全社区人口近20% 为做好辖区居民的养老服务 社区工作人员 每周都要定期更新 智慧阴阳管理远程 网络服务平台上的老年居民信息 通过这份数据 社区医生可以全面了解 辖区居民健康情况 为居民预约提供体检 康复护理等服务 此外 社区还建立了文体活动中心 丰富老年人日常生活 关心我们老人的身体健康 社区成立了很多给老年人服务 预了上所 我们脚子非常幸福 今后我们以主要的态度 积极参加社区的各项活动 积极参加社区建设 下一步我们也严格按照 徐总书役的指示精神 把基层党组织坚强起来 把居民群众发动起来 把社会资源撬动起来 在群众服务工作上 用心用情用力 切实把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 各项工作扎实推进落后 社区是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在四平市铁锡区 地直街道西元社区 刚刚建成的宗制服务中心 即将投入使用 中心设有群众接待厅 矛盾纠纷调处室 监控研判室三个功能区 在这里 社区居民可以享受司法调节 法律援助 民政服务 社会保障的一站式服务 我们全力推进中和治理平台建设 细化各项工作流程 打造具有特色的中置中心 更好的为群众服务 国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 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 牢固树立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着力解决群众的烦心事 操心事 揪心事 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的 汇集人民群众 出门久了 会想家 风尘仆仆归来 首先入眼的就是小区 社区既是家庭 栖息的港湾 也是宏观社会的缩影 习近平总书记说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关键在体制创新 核心是人 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 社会才会安定有序 吉林各地 紧扣加强和创新 在社区治理方面 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图难于其易 伟大于其细 新形势下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重点要加强党的领导 让党组织向基层社区延伸 既服务好居民 也让群众乐于 做社区管理的主人翁 这样党建引领 人人参与 形成合力 使社会治理的社会化 法制化 智能化 专业化水平 不断得到提高 我们的社区就能成为 老百姓安居乐业的 幸福家园 年初以来 白城市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 坚持把项目建设 作为经济工作的核心 开展项目建设提升年活动 集中力量 集聚资源 集成政策 全力推动项目建设 使全市项目建设 驶入快车道 在吉林梅花 安基酸公司二期 年产三十万吨 古安酸钠项目施工信厂 工人们正有序安装 工艺管道及生产设备 该项目投资四十六亿元 被列入我省重点三藻项目名单 目前十五个单体建筑 土建部分已全部完工 二期生产是古安酸钠 也就是老百姓属虫的味精 我们这边生产出来的味精 基本上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出口的 然后百分之五十是内销 项目建设稳中向好 离不开政府部门的大力扶持 今年初白城市组建二十多个 政企服务组 主动走访全市各个项目工地 在梅花氨基酸公司等企业 服务组详细解读相关扶持政策 辅导企业用好会企举措 帮助企业减税降费 节省资金 服务组得知 古安酸钠项目二期工程 五十五只施工队的人员 受疫情影响难以反港 相关部门立即协调 开辟绿色通道 向各地派出对接工作组 点对点将施工人员接回白城 在一系列有利措施的帮扶下 梅花集团古安酸钠项目 得以加速推进 预计到八月末 整体完工进行试生产 投产后 免可加工玉米一百万吨 免产值约二十四亿元 在白城产业大项目势头强劲 农业项目的建设也在加紧进行 大安牧原二百万头生猪产业化项目 已经进入主车间钢梁封顶阶段 项目竣工在即 项目进程后 年产成品饲料三十万吨 每年预计使用粮食二十一万吨 项目运行后 可为当地提供八十到一百个就业岗位 实现劳动力就地转化增值 年初以来 白城市市级领导带队深入重点企业和项目 执招定策排忧解难 成立项目投资 服务企业等八个专班 切实为项目推进解决难题 同时通过开展金融助振兴 正引起对接 服务企业周等活动 为一百八十八户企业 发放贷款五十九点五亿元 破除资金瓶领 接下来围绕基林习物生态经济区 东北地区习物生态经济带的定位 抢抓投资机遇 再谋划处为一批历史强线的大项目 好项目 支撑十四五规划 推动高质量发展 今年上半年 白城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8.15亿元 同比增长18.2%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0.4个百分点 实施五千万元以上项目 106个超年初计划四个 2019年2月 我省启动省级特色产业小镇创建工作 目前第一批省级特色产业小镇 建设成果凸显 今年起吉林新闻联播 推出特色产业小镇巡礼专栏 聚焦吉林探索特色小镇建设 推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首期节目来关注敦化 极港澳中医药健康小镇 极港澳中医药健康小镇 位于敦化市区东北部 承建规划面积88平方公里 重点建设一区五元 一区及极港澳中医药健康产业合作区 五元包括中国北方道地药材重养殖员 医药工业员 中医药双创科技员 跨境电子商务及商贸物流员 文化健康养生产业员 在极港澳中医药健康小镇内 一区五元中医药工业员地位突出 虽然这个园区面积只有15平方公里 但其中却有多个医药重点项目 吉林省金派阁药业公司的二区工程 这两天正在进行设备调试 即将进入正式生产阶段 从一区工程开工建设到投产 再到二区工程投入使用 只用了一年时间 政府一些相关的一些奖励政策 和一些扶持的一些政策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受到了很大的一个鼓励和帮助 医药工业园内 还有一个特殊的区域 承担着吉林熬东药业集团的 重点发展规划 在这个面积122公顷的园区内 吉林熬东计划投资50亿元 打造一个医药集群 目前园区内的多个生产车间 已经投入使用 把这些医药集群 医药产业能集合到一起 都发挥大大小的优势 对今后的东方化 医药产业升级 医药城的建成 特殊小站的发挥作用 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 目前医药工业园入驻企业 已经达到18户 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12户 2019年实现产值超40亿 小镇内多个项目的建设与投产 也给当地带来不少就业机会 程飞飞是土生土长的敦化人 几年前还在室内打零工 如今他已经在健康小镇里 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这么多的单位 这么多的企业 给我们的收入首先就提高了 就不用为我们的就业去犯愁 除了引进医药企业 吉港澳中医药健康小镇 还逐步建起中医药种植基地 物流中心和旅游文化基地 近年来通过支持大项目 制定大规划 培育大企业 建设大集群 打造大品牌等一系列举措 实现了小镇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相融合的发展格局 正在实施的一元以上的重点项目 12个 总投资是86亿元 这些项目的开工建设 为小镇的高质量 跨越式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继续来看新闻 习近平总书记 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指出 企业家要做创新发展的 探索者 组织者 引领者 在我省就有这样一批 敢为天下先 敢想敢做的企业家 今天为您介绍 长春核心机械制造公司 董事长胡天伟 来到长春核心机械制造公司 的智能装备车间 员工们正在抓紧装配 调试一批最近的订单设备 其中既有供给给 德国宝马的汉装家具生产线 法国米其林的轮胎设备生产线 还有为墨西哥韦巴斯特 生产的天窗设备生产线 核心机械董事长胡天伟 一边了解生产进度 一边随机查看产品质量 胡天伟自豪地告诉记者 能给其他公司做生产线 正是核心机械的 核心竞争力所在 最开始就在汽车天窗这个领域 深入地研究 我们把这个产品 就是从产品的结构 到生产线的工艺 到这个生产线的这个数字化 进行了持续的深入的研发 现在我们是这个行业的 全球性的野心冠军 所以说呢 要想做大做强 首先要做砖做精 把一件细分领域里做到龙头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 再扩大一些其他的产品 核心机械成立于2002年 最初只是一家作坊式加工厂 作为企业的掌舵人 胡天伟始终谨记 做砖做精的发展理念 经过几年的市场考验 核心机械逐渐在国内汽车天窗 和轮胎生产线领域 站到排头位置 2015年 胡天伟抓住 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的契机 将目光描向国际市场 投资并购德国设备 再制造行业领导者 GRJ集团 与其建立了技术 市场管理等全面合作关系 通过引进技术与本土特征的结合 企业正在成为国际级智能制造综合服务商 采取自主研发和产学员结合 包括和国外同行进行资源整合并购 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们自主研发的产品有很多 像我们的智能停车 有一些发明专利 那么我们跟一些高校 包括吉林大学 包括吉林公司 有一些校企合作 对我们的某一些设备的一些单元 或者某一个模块进行研发 转化成我们自己的技术 胡天伟和他的团队始终坚信 企业要进步 人才是核心 公司以客户需求为牵引 组建了一支高素质研发队伍 不断加强核心平台技术 应用技术的研究 以及产品的开发和技术转化 今年公司将发展目标 确定为实现生产流程 共享制造和数字化 正着力打造 智能制造 加互联网平台 未来的发展方向 还是基于科技创新 在细分领域里面 做隐形冠军 我们不一定说 做规模很大 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自己 在某一个细分领域里面 做一厘米宽 一公里深 这样的一个企业 然后进行不断的 管理创新 模式创新 然后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永远保持领头地位 继续关注民法典十问 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充分把握民法典的中国特色 实践特色 时代特色 才能推动中国之志进入更高境界 今天的民法典十问第十集 为您解读 如何贯彻落实好民法典 民法典要实施好 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 走进群众心里 民法典全方位保护民事权利 是带着烟火器的法典 好意让人搭车 出了事故如何担责 业主聚焦物业费 物业公司能否断水断电 高空坠物受伤 找不到责任人怎么办 从产权争议到医疗纠纷 从现实损害到网络侵权 群众生活中面临的烦心事 几乎都能从民法典中找到答案 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社区把居民们召集到一起 看了一出别开生命的普法剧 当地把常见的侵犯隐私权案例 写成了剧本 邀请本地剧团出演 嬉笑怒骂间 群众牢牢记住了 什么是隐私权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马新燕认为 真正有效管用的法律 不是鸣刻在大理石或铜表上 而是鸣刻在人民的内心 民法典的权威 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 要真正发挥作用 必须融入社会生活 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 领悟它 使用它 学习民法典 要精度民法典 要深刻领会 要知道你有什么权利 你有什么义务 实施的时候就可以做得到 依法行使权利 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行使权利 要有维权的意识 侵犯你的权利呢 你也不起诉 你也不主张权利 那么侵犬人就逍遥法外了 民法典实际上也就形同虚设了 公民要有维权的意识 只是积极地主张权利 民法典普法工作 是一项基础性工程 需要持之以恒 久久围攻 为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把民法典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同时 法治实践是最生动的法治宣传教育 民法典可以作为行政决策 行政管理 行政监督的重要标识 行政执法 要尊重民法典规定的财产权利 人身权利等 司法机关应当严格司法 用司法公正引领社会公正 保障民法典统一试用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余平认为 民法典颁布实施 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 解决了民事法治建设的所有问题 仍然有许多问题 需要在事件中检验探索 还需要不断配套补充细化 要坚持问题导向 在新的事件基础上 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 在立法工作当中 我们要认证贯彻实施好民法典 使我们每一步地方性法规的制度设计 符合民事活动平等 自愿公平诚信的基本原则 符合主体平等 保护财产权利 便利交易流转 维护人格尊严 促进家庭和谐的基本要求 要规范设立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 行政收费 行政检查 这里是项 防止违反上违法 对现行地方性法规中 同民法典规定 和原则不一致的 要抓紧清理 通过利益改非 及时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 进一步提高 用良法处发展 保善知的能力 民法典昭示着 我们的市场经济环境之下 国民市场主体 应有的人权 这个人权包括财产权 包括人格权 包括亲属权 这些权力 正式的 全面的系统的 得到了法律的确认 作为行政机关 在行使管制权力的过程当中 进行社会治理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在 充分的尊重和保障 人权的前提之下 来维护社会秩序 确保民市主体的一丝自制 对于这个裁判机关来讲 民法典是他们 基本的工具 基本的立场和原则 他们需要更系统的理解 这部民法典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未来民法典的实施 将是我国法治建设领域中的 一件大事 这不仅体现在 立法 司法 执法等环节和程序中 也需要每一位公民 每一个民事法律主体参与其中 尊重法律 敬畏规则 只要我们共同努力 这部具有中国特色 体现时代特点 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 就一定能发挥最大效用 法治中国建设 必能再上新台阶 日前省安委会组织 白山松水安全行采访活动 记者走进通话市 德惠市 深入城市农村 探访消防安全部门 落实安全生产政策要求 推进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三年行动的做法与经验 为扎实推进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通话市消防救援支队 以打通生命通道行动为抓手 采取畅通社区消防通道 维护消防设施 清查消防用品等十项工作措施 显著提升了基层对活险的处置能力 在通话市东昌区 各个住宅小区的单元门上 都张贴了严禁占用消防车通道的宣传海报 设立消防车通道禁止占用标示标牌 引导群众自觉保证生命通道畅通 截止目前全市329个住宅小区 和1326家重点单位 已全部完成湿标划线 完成率达到了100% 为有效预防遏制农村火灾事故 通话市柳河县消防救援大队 印发了乡镇街道消防工作实施办法 制定消防工作任务清单 同时整合社会资源 培训村级消防志愿服务队和居民护救小组 加强消防设施配备 全面构建农村消防安全治理体系 德惠市围绕破解农村消防基础设施薄弱 水源匮乏等瓶颈问题 积极推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与乡村消防供水改革有机结合 目前全市340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消防取水口改造工作已全部完成 通过三年的努力建立完善 从根本上消除火灾风险隐患的消防安全责恩链条 火灾防风体系推动消防安全形势 向好的方面持续发展 今天2020吉林省首届农民网络达人 直播带货大赛总决赛在长春农博园举行 大赛由吉林省农业宣传中心等部门主办 设置初赛复赛和总决赛 最终20名农民网络达人进入最后阶段的比拼 经过一个小时的现场直播 来自公主岭市和吉林市的朱立春 余红元 江志宇 在粉丝增长幅度 微视频浏览量和带货数量金额三项中凌列前茅 分别获冠亚季军 作为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太太 还能够在这个大舞台上展示自己 还能为我们吉林生态农业代言 我很荣幸 通过网络直播自媒体这种形式 全国各地的顾客吧 他都来找我了 一是方便了 二是量 原来大得多都大四五倍 学到了很多技巧 得到信心了 将来会更好搞自媒体自己宣传 8月15号 由省农业农村厅推出的 吉林长白山黑木耳区域公用品牌推介会 在第19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上举行 现场展出了汪清 桃源 小木耳等多个吉林省内黑木耳优质产品 活动中 省农业农村厅还发布了2019年度 吉林长白山黑木耳区域公用品牌生产基地认定名单 并为16家上榜企业合作社颁受奖牌 8月16号 中国联通吉林分公司正式启动3000兆志享生活服务 联通3000兆即千兆5G 千兆宽带千兆WiFi服务的总称 企业将为用户提供一个涵盖居家工作和出行的全方位立体网络 实现室内室外有线无线 手机电脑均能享受千兆上网速率 极多种智能应用的目标 据测算以千兆宽带下载一部高清电影 只需36秒左右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况通报 8月15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8月15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新增治愈出院一例四平市 8月15号零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电视剧男人的秘密 今天起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 该剧聚焦80后的婚姻问题 男女主人公在度过七年婚姻生活后 夫妻感情及家庭责任都出现问题 两人在摩擦与争执中 重新审视婚姻与爱情共同成长 故事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 当代都市青年的婚恋观和家庭观价值观 该剧每晚播出两集 欢迎收看 今天的吉林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